歡迎收看今集的星期二頻道 今天是2月8日 年初八 大家都上班了 大家怎樣呢? 不知道有沒有公開呢? 不知道是香港的觀眾 不過台灣這邊很正常 暫時是正常的 我們看看台灣最近幾天 臭臭迷賣有什麼新聞呢? 有一個新聞就是 有個司機飲醉酒 上路開車的時候 被警察的訊息 檢查到是酒駕 不過呢 他就不停跟警方說 哎呀!我要沒有喝酒 因為他是俄稱自己 在夜店裡休息的時候 即是躲低的時候 即是睡覺 誰在夜店睡覺 除了喝醉之外 他說那時候休息的時候 有女性跟他親密接觸 以石咀的方法灌酒 這個酒測值才會超標 不過呢 阿Sir和警方 都不采訊 即是不相信他說話 認為都知道喝了酒 為何還要開車 最後被判是公共危險罪 判了四個月 台灣的新聞是這樣 通常有喝酒的新聞 就不一定要 這個是不出這句話 是犯法的 是他會出一句 喝酒過量有癌健康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那我都說這句了 喝酒不開車 開車就不要喝酒 好了 好了 再看看什麼 感動後天的母子新聞 在花蓮 有個男子 在大年初三的時候 騎大型重機 即是台灣俗稱的紅牌 紅牌是550cc馬力 以上就叫紅牌 大型重機 載著六十歲的老母 去到母嶺 看雪 母嶺是台灣的正中心山上 應該呢 母嶺現在是最冷的 還要下雪結冰 如果下雨的話 地下是滑滑滑滑的 即是已經結了冰 兩母子兩個人都沒有帶夠衣服 凍冰冰上去 出現失溫的現象 有嘔吐的象 阿Sir接獲報案之後 找到兩個人 這兩個人騰騰鎮 一邊鎮一邊車 他們回派出所 由救護車送院 及時保住兩母子的姓名 報案求助的兩母子 兩兒子 一個站在路邊 一個坐在路邊 形容一下畫面給大家聽 阿Sir找到他們的時候 已經震得又濕又震 體力不知 那樣 無靈 現在上面 又大雨 大風又凍 空虛寂寞又凍 不過不空虛 空虛寂寞 凍 不過他們不寂寞 因為兩母子 拿著一塊 他們就是穿 防風外套 即是人稱 Super Drive Super Drive 不敵山上的低彎 出現嘔吐頭暈失溫 送到派出所的時候 就進入醫院了 那兩母子都是住在花蓮 新年期間去合歡山 看下雪 大年初三 這個二十一歲的兒子 騎著這個紅牌 就是六十歲的老母 去到合歡山 沒有靈體雪 計劃講不上變化 山上的天氣轉變 搞到兩個人 未騎出花蓮 就已經 凍到頂不頂了 未去到頂已經頂不頂了 慘了 我未去到沒有靈 我現在是環境島 現在身處位置在台中 原本打算去藍頭上去 沒有靈 不過 只有雞仔牌 不夠上去 所以沒有去到藍頭 低溫症 台灣未試過 再看看其他得意的新聞 在桃園 在桃園 有個猛餅 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停了一會兒 那她的車 車頭 當當未適 進去買完東西 很快幾十秒搞定之後 屬於一個人 一個同樣在超級市場 ATM拿錢的男人 有機可乘眼 有機可乘起門口 有部鋪馬 然後乘機 就竟然把她的車開走 然後 救受害者當然發現 車不見了 就報案 台灣的阿sir 很喜歡用這個監視器 即是閉路電視 台灣到處都是閉路電視 所以在三個小時之後 就抓到這個人 抓到這個貪心鬼 再看看其他新聞 跟車有關 台灣的新聞都跟車有關 台灣新聞都車車車車車 醉酒又是車 車老母上去又是用車 偷了一輛車 這一單都是車 在新北市的直指 有民眾駕車回家吃團年飯的時候 不單止忘記鎖了輛車 還放36萬新台幣的Cash 在車裡 有賊仔 趁著夜晚的時間 到路邊停車 逐隔 逐隔 看看哪一輛 又要偷 果然發現到她的車沒有鎖 然後偷了36萬的Cash 最特別 最特別 最厲害的地方的時候 報警 阿Sir又是用監視器閉路電視找賊 誰不知 因為現在台灣的採券公司 出了一隻新春刮刮卡 我之前都拍過片 已經有二千元的採刮卡 已經有二千元的採刮卡 即是港幣也不夠錢 落重本 採完就只有一千元 即是虧了一千元 我和朋友也在旁邊採刮卡 叫苦連天 吃了三天樹皮 就發現到這個賊仔 拿36萬Cash去玩刮刮卡 阿Sir上到採券行的時候 還發現他還坐在採券行裏面 把一停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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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本生理 阿叔 最後又拉回警署 今天這些新聞都跟車有關 祝大家新的 新年快樂 疫情盡快過去 利益申報 都還未打針的 但是呢 很快就會想到 去打第一支台灣的針 希望可以身體健康 各位觀眾 今天的星期二頻道 台灣新聞到這裏 是不是拉得很長呢 因為今天找的新聞 一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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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加映 剛才收到一個小資料 在台灣嘉義 一個男人被控盜蝦 200元的牛油果 但是開審的時候 沒有上庭 就被拘捕了回去 拘留19天 但是呢 最後的男人認罪之後 法官以簡易定罪條例 就判了10天 即是坐達了9天 男人因為坐多了9天的牢 反而獲得27,000元的新台幣補償 台灣法律真是厲害 所以 今天的星期二頻道到這裏 各位再見 新年快樂